可主席才剛踏進黨中央就被追問 民眾黨切割會計師端木正 號稱要找公正第三方 但北市會計師公會 會計審計委員會執行長 又被抓包就是端木正 熟悉的名字又出現 扣著招牌抓頭姿勢 一問三不知 自己想到都覺得好笑 但再次上野球員兼裁判 野火看似燒不完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雖然毫無公信力 何必做白宮 建議找朱立倫求救 柯大主席真是太荒謬了 如果你犯了法 難道說你也同樣要發一個函 叫台北市的律師公會 派出律師來幫你打官司 來幫你辯護嗎 端木正會計師已經現在交往後傳 就算他在輪值名單裡面 我們也會幫他排除在外 北市會計師公會清楚說明 端木正涉案當事人 即便輪值也無法參與 民眾網發言人戴維文也表示 需要公正第三方單位協助查核 相信公會輪派制度具有規範 反擊綠營別為政治利益帶風向 抹黑公會的公信力 也有人推薦乾脆求助 同事會計師的羅鼠磊 找羅鼠磊還查啦 可以啊 我不知道會不會問到 我當然接受啊 這個只是客問者 也沒可以接受 羅鼠磊接球 就看客問者點不點頭 民眾黨假仗風暴延燒 想找公正第三方會計師 解決黨內燙手山芋 怕是南上甲南 參授黃沈徐泉台北採訪報導